VK 用 VESA 610GD 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通过大幅度改善了产品本身的耐用性与可靠性 在 51972 今年制作的水冷大横平中 各方面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这回 VK 在入门端市场就推出了全新的 G1 A360 它是 VK 两年前推出的 A360 继任者 在加强散热表现的同时还增加了速显屏幕 最重要的是价格几乎不变 实属加量不加价 因此今天这期节目就来和各位分享 VK G1 A360 的实际体验 所以千万别说过本期的精彩内容了 在影片开始之前也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 你们的支持和鼓励是我最大的动力 那么我们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由于 G1 A360 属于是 A360 的既的型号 因此我将会着重于 G1 A360 的变化做分享 首先是包装设计 G1 A360 的包装外观有个醒目的立绘图 整体外形很有 VK 自己的风格 一眼就能和 A360 区分开来 里头的收纳方式与配件和 A360 是几乎相同的 同样的扣具设计与配件 同样预装好风扇在冷排 也同样预图了散热硅脂 这里我就不再过多介绍了 所以本体在外形上有几个差异 最明显的就是从 360 度旋转色 ARGB 透光顶盖 换成了这个磁吸式塑显镜面顶盖 并且支持四面不同方向的安装 顶盖在未接下 USB 通电时是纯镜面状态 外框附带一缺 ARGB 透光 而接上了 USB 2.0 数据线后 能够通过 Mid-Screen 软件进行一些简单的塑显功能调整 这意味着它能够真正显示你的硬件温度 而不是像一些其他的入门塑显屏随冷 只给你一个相对滞厚的水温速显 而这在实用性和可玩性上就已经是拉开了差距 第二个显著的改动是来自于风扇 这次的 GLX 360 采用了全新的 E12 ARGB 风扇 采用连夜上搭配了斜迁没有外框设计 同时最大转速在 2400 RPM 上 虽然转速来到了 2000 RPM 以上 但这次的 E12 ARGB 风扇可说是经过精心设计的 VK 宣称即便是风扇转速拉高到了 2400 RPM 它的噪音表现也不会超过前代的 A12 风扇 简单来说就是做到了性能更强 噪音更低 这一点我稍后也会进行实际噪音演示 除了这些看得到的变化 GLX 360 在内功修炼才是这次升级的关键 据说它在水泵结构和桶底微水道上都做了些优化 特别是针对 AM5 以及 Intel Core Ultra 200 平台 而为了给各位更直观的感受到差别 我也会在性能测试分享结束后 进行拆解来印证这一部分的事实 首先是进行三星的测试 这里还是会针对三种不同的平台进行测试 这次平台硬件列表我也列出来给各位做参考 作为对比我将会加入VK自家的 A360 和 V360 水冷一同进行测试 需要注意的是这两款水冷是目前全新的批试 至于我为何会特别声明这一块 等下你们就会知道的 另外这里还是要再次做个老生常谈的声明 本次的水冷散热测试据以我手上的实体产品为标准 产品的体质以及不同的测试平台与环境也会影响最终的成绩 因此最终的测试成绩仅供参考 首先是i9 1490K325 功耗下的测试 在满速状态下 G1 A360 对比起上一代 A360 低两度 同时对比旗舰值 V360 也略微领先一度 来到了平均91度的成绩 而三款水冷在满速时的整机噪声水平 G1 A360 也凭借着 E12 ARGB 风扇优秀的噪声控制 在2400 RPM时的噪音表现和 A360 的 A12 在1800 RPM时基本相同 同时明显比起 V360 的 S12 在 2150 RPM 有明显的优势 接着换到了整机 43 分贝的同噪音转速进行测试 这时候也是 G1 A360 的 E12 ARGB 保持在最高的转速水平 而在散热性能的部分 G1 A360 是持平 V360 并且略微领先 A360 一度 最后是将水冷风扇统一层追风者 T30 进行满速场景测试 G1 A360 的水冷本体性能也和 V360 基本一致 对比上一代 A360 在本体性能是领先的两度 接着我们换到 Intel Core Ultra 9 285K 250W 进行测试 在满速状态下 G1 A360 对比另外两款由 1 到 2 度的散热性能领先 而在 43 分贝同噪音转速模式下 老大哥 V360 在这里就持平 G1 A360 了 但 G1 A360 对比起 A360 还是领先一度 最后是 AMD Ryzen 999 5X 275W 满速模式中 G1 A360 还是能领先 A360 2 度左右 对比 V360 则是领先一度 换到 43 分贝同噪音模式测试里 G1 A360 还是能以平均 95.2 度的成绩 领先 A360 和 V360 在一度左右 从整个散热测试成绩来看 G1 A360 的散热性能算得上是常规升级 比较有惊喜的是在满速状态下能领先 V360 而除了散热性能测试以外 我也进行了大度水泵与整体水冷的满载噪音演示 槽車演唱会 叨ет超行入 C4あ7 度的成绩 和各位這次分享完GL A360的性能與照尾表現後 按道理說到這裡差不多是分享完畢了 但是這次我追加多一項內容 那就是GL A360本身的用料與可靠性 當然我本身並沒能做到像51972那樣 能夠進行非常專業的老化測試與耐久性測試 但我能夠通過拆解來進行對應的分析與判斷 這部分就要回到我先前為何要重點提到 我所加入的A360和V360是最新的批次 因為它們在用料上與最早的批次是有所不同的 從冷頭底座的微水道上就能夠明顯看得到 最早的A360和目前最新的批次是完全不同的微水道模具 和我早前猜過的B360 GT是接近的 而在51972前陣子的高強度橫平測試裡 V360 GT其實不論是性能、高溫老化測試 還是耐久度以及老化水泵堵塞的情況 表現都是非常亮眼的 當時最大的短板反而是風扇本身的耐用度稍有欠缺 並不是隨冷本體的耐用性堪憂 同樣在那期節目裡 51972也和VK證實了在V360 GT上做了非常多的改善 因此隨冷本體不論是性能、耐用性以及抗堵塞情況的表現 對比起過去大家都擔心的情況有了明顯的改善 而在最新批次的A360 以及如今新推出的GLA360 均採用了和B360 GT更為接近的同底微水道模具 說明了GLA360也是採用了最近改善後的方案了 同時 VK在售後服務上一直也都很積極 因此可靠性還是不用太擔心的 聊完了GLA360本身的設計與性能表現後 我這裡也想點出一些它的缺陷 首先是整體外型相較於A360來說 說實話我並不好說哪一個比較好看 畢竟A360一直以來都是VK加隨人裡的顏色彈當之一 而這次的GLA360雖然給到了自定義素顯屏 但整體的外型設計並沒有特別突出 屬於是中規中矩的感覺 因此在外型設計上 我覺得它更像是區分給那些不是喜歡A360設計的用戶而設 再來就是GLA360並沒有保留A360的風扇折罩 雖然說這個風扇折罩一定程度會影響機箱兼容性 但它好看呢 而且本來在A360上就能拆卸了 這次沒獲得保留 獲得獲少有點砍掉的感覺 最後是速顯屏的可玩性相對比較一般 雖然能自定義替換顯示的傳感器 但目前只能夠有4個參數可供選擇 同時也沒有提供速顯亮度調節的功能 可玩性還是少了一點 有點可惜 總的來說我覺得GLA360還是一款不錯的入門型水冷 至少在新的表現以及在這個價位段所能夠提供給你的功能 與配件來說 算是給的很滿了 但是對於外型比較有追求的用戶 可能對這款GLA360水冷的興趣就不怎麼高了 而且今年VK還是沒有推出能夠完全取代V360的型號 感覺不少大火還是在等待這款水冷的出現 那就只能夠繼續耐心等待VK在今年還能夠整出什麼好玩的水冷產品了 那以上就是本期關於VKGLA360水冷的全部內容了 你們覺得這款水冷最吸引你和最讓你覺得可惜的地方是哪裡呢 歡迎留言評論告訴我 同時也非常感謝各位的收看 希望這一期的內容會對你有所幫助 喜歡這些影片的朋友也不妨點個贊 覺得內容有用的情況也不妨訂閱我的頻道並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那麼今天的節目到此為止了 我們下期影片再見 我們下期影片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